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晚安 欢迎收看大甲干面特约时事即食面 我是花仔星 今天是2018年10月12日星期五 剛剛過去的星期三,令香港市民討論到風起雲湧的香港特首777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出爐了 身為香港人的你,完全不知道他上一份做的甚麼?不要緊,就當去年剛上任的他還在摸索 今年就見真章,他弄了一劇,包你和我都難以忘懷的傑作出來 普羅大眾焦點當然是土地問題,政府究竟會怎樣解決市民上樓和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在無辜負大家的期望之下,這位沒有認受性的香港特首 就提出了一個最快要14年後才入火的遙遠的願景計劃 都是那句,沒有認受性的特首,而他一貫想事和做事離地的慣性方針 又怎會理你們香港市民的所感、所受和所需呢? 在不上班高官和富商,假日,莫德達高爾夫前提的同時 又要增加土地來起樓,用來回應你們香港人的訴求之下 777就推出了這個名為《明日大罪願景》的計劃 會建一個人工島,被人們搬進去住 不是呀,林鄭不是提倡走進大灣區的嗎? 大灣區佔地面積約五萬六千平方公里 又大又有大把機遇,還有好沙漫的河鮮魚生食 那為甚麼我們要用五千多億的財政儲備建一個人工島呢? 林鄭不斷sale我們香港人搬過去大灣區住 那我們上去住,起個人工島又給誰住呢? 喂等等,等我計算先 這個《明日大罪願景》計劃,我們香港要用最少十四年的時間 令幾乎一半以上的財政儲備去填這個一千七百公頃的土地 用來蓋樓和運輸基建給一百一十萬人有地方住? 那根據林鄭的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的概念 每日放一百五十個大陸人下來 那剛剛下來團聚的大家庭在香港,就當然要申請共屋啦 那數一數下,每日一百五十個大陸人來香港 乘回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再乘回人工島要建十四年 加起來也有七十六萬個家庭來團聚 那十四年之後,人工島上面那七成的公屋單位 就剛剛好,就有基本人權來香港團聚的七十六萬家庭 這條數真的計得很準,就好像現在這些新型屋邨那樣 大部分居民都不是香港人,而是新移民和外籍人士 根本香港下一代這一輩子都不用只要住屋 我們香港的財政儲備正在前海、起樓 被不斷湧下來的大陸人來香港家庭團聚 為什麼我們香港特首為我們香港未來規劃的施政報告 變成為單程證那班人服務呢? 因為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 那我們香港人沒有地方住又怎樣呢? 就上去大灣區耕田咯 但是整個明日大序遠景計劃 連特首林鄭月娥都承認成本非常旺貴 政府單方面預計整個計劃開支要五千億以上 計上通脹、分期和其他開支 條數分分鐘會超出預期一倍以上 老實說,中央想拿我們香港的財政儲備 就直接開聲說 不用裝作弄工程來掠水 兼甲要破壞我們環境的 其實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已經多次贊文指 人工島不見最好 因為整個人工島計劃 無論怎樣保守估計 都不可能在現時的數值模式下 評估到未來兩個世紀的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 現時這麼粗略的估算下 根本是做不到沿岸地區規劃 防波堤結構和災難管理 將來打風便只會禍言下一代 還有專家指全球氣溫再升一度 就會過致命臨界點 海平面上升三十米 香港便會變成汪洋 林鄭推出這個十四年的 明日大罪願景填海計劃 先不說她有沒有十四年的時光去等 因為她做那麼多陰則事 十四年之後可能已經在地獄和魔鬼匯報她的往跡 而十四年後的香港 可能都因爲起人工島這些破壞環境的東西 一鋪埋單 其實參考國外 就好像日本大阪關西國際機場 都是一個人工島 它是全球首座完全以填海造地建成的機場 造地時獲無數的讚譽 但起的時候都已經開始一直沉降 啟用之後還要在地下建水泥場防水滲 日本一直出名在建設工程做得很好 絕對不會有豆腐渣工程 都會出現沉降的問題 而曾經揚言要建造三百個人工島的杜拜 因為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而全面停工 變成爛尾島 但根據美國太空總署在太空站拍攝的地面照片 就發現那三百個建造中的人工島已經在陸沉 那麼多前居可鑑 換轉香港這些國產豆腐渣工程 不要說十四年了 百四年後都不知道能否做到一個穩陣的人工島 全民退保幾百億有人問錢從何來 填海幾千億 那班人就啞了不懂得問 填了三十年後才可以起樓住 大約可以居住到七十萬人 但是都未夠你三十年來放單程證下來的人 你老母 如果777真是想市民放心庫房不是被中央打劫 工程真是為香港人而設 那可不可以保證整個工程沒有任何中資企業 中國CEO、中國資金承包 而是由英國、日本、德國等國家公司全權負責 排除又脫尾、又超支、又豆腐渣工程的現況呢 政府今次整這個人工島 走這一條沉降的路 可能中央和林鄭真是想盡快了結香港 今晚吃麵就吃到這裏 下次再和大家大甲乾麵吧 再會 大甲乾麵 我講大甲乾麵 來自台灣的大甲乾麵 以天然的小麥粉仔 無添加北京油炸 搭配100%純黑豆提煉的醬油 健康好吃又不油膩 還有8款味道給你選擇 好吃到停不開口 大甲乾麵就是令你想大甲特甲 大著急、大口吃的台灣手工麵 沒有麵了 我沒有麵了 我沒有那麼多送中 我沒有啦 加油 我沒有回去 我沒有了 這是一個大甲 我們要製造 很新的 很新的 尼泌 都可以 說一把 對